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你只欠我一個道歉 黎巴嫩導演薩德杜艾希指導 由卡梅爾巴莎和艾德卡拉姆主演 感謝片商應該在上上個禮拜邀請我看了特飲場 這部電影代表黎巴嫩入圍了今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不過最後是由德國的不思議女人拿到這個獎項 這部電影它完全不是一部文藝片或者是藝術片 它是一個非常通俗人人都看得懂的劇情片 我還蠻喜歡這部電影的 尤其它在本池上面是一部法庭劇 被告和原告一個是在黎巴嫩住了15年的巴基斯坦難民 另外一個則是激進的基督教黨派忠誠信徒 兩者有著政治立場上的衝突進而產生一些嫌隙 雙方律師的角色也是很有趣的 是一個世代之間的衝突 在法庭上你來我往的過程相當的好看 而且這起官司的起因是一個小小的排水管問題 慢慢一發不可收時引起到整個國家社會的集體衝突 有一點誇張有一點荒謬 而它的敘事又是用一個寫實的狀況 很難不讓人想到我們每天生活周遭的那些社會新聞事件 很慶幸我們台灣還是蠻包容的沒有發生到這麼嚴重的種族或者是宗教上面的衝突 整個劇本的走向用了很多的轉折 讓故事看起來峰迴路轉 後面幾場神來之筆的戲更是讓人拍案叫絕 我非常的喜歡 讓我們在那些激烈的法庭工房之外 還可以看到那些小小的而又非常重要的人性微光 尤其是在這一部看起來每一個人都火氣很大的電影裡面 幾乎沒有人場的地方 除了有些地方讓地理歷史知識不夠的我感到有一點點無煞煞的感覺 但是慢慢看下來也不會多難懂 或者你還沒有看你看完我的影片之後 會想要去看這部電影的話 你可以事先先做一些關於黎巴嫩歷史的功課 你只欠我一個道歉是非常適合給那些善惡部分的人 去欣賞 我的意思是你不能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把好人還有壞人分得非常的清楚 他們都是做了好事的壞人或者是做了壞事的好人 只是這部電影很有趣的地方 也是這個劇本一直在玩弄我們的地方 或者說這個故事沒有好人或壞人 只有兩個堅持著自己立場的人 我們一般來說 跑回公道是一個簡單再自然不過的一個真理了 但是這部電影讓你看見 只是一個很簡單的討回公道 有可能引發多可怕多龐大的災難 相反的這部電影的導演 他想要傳達的訊息 有點像是選擇和解還有原諒 我覺得在這部電影的後面 他的重點已經不再是這個官司怎麼樣怎麼樣了 而是這個導演他要怎麼樣子讓我們去原諒這兩個主角 讓觀眾可以跟電影裡面的角色和解 這點我覺得他非常的厲害 演員也很厲害 角色都有很可愛的一面 兩個主角也都把那個無奈 他又想要維持住自己僅存的一點民族還有個人的尊嚴 那一面詮釋得很好 很可惜這樣一個拍出關注社會上爭議性的議題 還入圍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導演 因為他的上一部電影在黎巴嫩的敵國以色列拍攝的關係 而在他參加完威尼斯營展回到國家的時候遭到的拘禁 幸好後來在國際上的聲援之下他得到了釋放 只能說真實世界中的和解和平沒有電影裡面演的那麼簡單 你只欠我一個道歉是一個好看的劇情片 有扣人心弦的故事 通俗又博大 雖然故事背景在一個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裡的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 有著我們比較陌生的難民 宗教衝突 內戰等等的議題名詞 看下來卻一點都不會難懂 藉著荒謬的官司梳理出複雜的人性矛盾 你只欠我一個道歉在看完之後你會發現 一個道歉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尤其每一個人都是受害者的時候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想法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這是羅比頻道 希望你有個美好的一天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